哈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路过此地 我们村里一位奶奶她家的养殖场 因为这个养殖场也是前两年建立起来的 她在这边养了很多家庭 其中她就年尾的时候 在市场贪度便宜 就买了一批鸭苗 因为她家这里有仪塘 养鸭子也是特别容易长大 养了一段时间 她就发现这一批鸭苗 有五只不对劲 长大之后她说感觉赚大了 今天我也是来到这里呢 就借着这个机会拍起给大家看一下 她说都快成精了 每次来到她家养殖场呢 她说有陌生人的话 其中有一只特别的凶猛 会赶人也会追着人跑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也是比较陌生 也不知道她养的那种 鸭苗长大的那只不对劲 是不是会攻击人 借着这个机会看看 看看你们的家乡有没有见过 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奶奶 她家养殖场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她后山这个位置 也是以前她家的田地荒山 自建立起来的一个养殖堂 她在这里养了很多家庭 主要就是她盖的这个棚子 现在都忙不起来 请了有两三个员工 还有她高科技设备 其实她养的这个棚子里面的呢 其实还是挺赚钱的 七年就赚了十几万 因为她养的这个东西比较密集 我就不拍给大家看了 其实就是一种蚯蚓 很受钓鱼人的欢迎哈 镜头远过来就能看到 当时奶奶贪图便宜 在市场上买了一批鸭苗 没想到带到她养殖场这个位置 养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有五只不对劲 其中的鸭子呢 长大之后啊 都已经出售完了 弯弯都没有想到 这五只不对劲的呢 就一直不舍得吃 也不舍得卖 赡养在这个位置 你们没有看错 也没有听错 估计往你们镜头里面 也看到很清楚 就是眼前你们镜头里面 看到的这五只 是鹅来的吧 因为当时呢 奶奶说感觉壮大了哈 毕竟一只啊 长大之后 都能值个三百多块钱哈 能看到 当时呢就有一位 老板哈 来这边游玩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只 不对劲的鹅啊 愿意出高价 六百块钱 还是被奶奶挤捷了 我们能看到 像他养的这五只鹅呢 我都没有见过哈 怎么长这么大 最大的那只好像都有二十多斤哈 这些应该是还没成年 我们能看到 哇 他的脖子啊 特别的长 而且最大的那只看到没有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冷血动物啊 而且这只大鹅呢 陌生人来到他养殖场啊 都会追人的哈 但是今天怎么那么温顺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天气太热了吧 在这个 呃 比较阴凉的地方呢 着凉 我们能看一下 那只大鹅啊 特别不对劲呢 就是他的蚁毛 自能生长的 看到没有 都已经敲到一边去了 他的尾巴呢 敲得非常的敲哈 然后他的脖子 能看到 就像那个鸡罐一样的哈 躲在那个位置 他的头顶上呢 像一块石头哈 压住他一样 我们能看啊 大鹅比较凶哈 这几只呢 可能还没有 到一定的程度吧 看起来没那么凶 像他养的这种鹅 到底是什么品种的哈 刚刚我们也看了一下 奶奶当时在市场贪图便宜 买了一批鸭苗哈 没想到 呃养大之后 有五只不对劲 竟然是五只大鹅哈 感觉是赚大了 因为 按平均300块钱一只 他这里有五只 都有一千五百块钱了哈 也不知道 见多四港的网友们 你们也看清楚 像那种鹅 有没有可能 压苗变异出来的 一种新品种的鹅哈 难怪这种鹅 既然有出这么高的价钱 奶奶都季节了 我估计 他养的这只鹅啊 都已经太成金了哈 这么大一只 都有十来二十斤了 也不知道你们的家乡 有没有养殖这种鹅 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鹅的品种叫什么名字 也可以打在我评论器留言 让广大的网友们都能认识到 好了 这期视频就先分享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